其實我覺得香港的旅遊業仍然是很落後 旅客進來要用一個消費模式去旅遊 這是否一個我們想告訴旅客的香港 我是Michael 我想改革香港的旅遊業 如果我再不見你們 謝謝你們在家 我2016年之前做徵算 年薪八萬 完全不需要付錢 當然我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團是好的 你給小費給旅遊業就行了 Michael的旅行團 帶旅客看看旅客廣告以外 香港的另一面 其實以前比較多是 希望看到地產霸權 知道發生甚麼事 而來 因為其實劏房的確在外國 比較多人認識 這個地方是我們租回來的一個單位 轉為了一個劏房 當然你會拍到很大很漂亮的劏房 但當你放十多人進來的時候 就不會很大 其實很多客人都一定不會發進來 因為空間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是 可能他們會在中環等下 坐電車的時候 看到山頂的樓有多漂亮 就想著可能全香港的屋 樓和人都是這樣生活 他們不會想到究竟 低下階層會怎樣 你一過了開壇街的這邊 它全部建了五棟新樓 特別是四區重建局建了新樓 令到開壇街的另一邊 你看到全部都是舊樓 基本上是新的深水埗邊緣 你可以說 想帶給外國人一個很大的對比 讓他們知道發生甚麼事 他可能覺得2047之後 其實共產國家 既然是共產的話 那就是君父 全部都是大家一樣 那麼平等 當然其實並不是這樣 因為其實中國也不是 運行的一個完全共產主義的國家 甚至乎有些最簡單 有些不明白的東西 可能是在問 究竟香港為何不是說國語 而是說普通話 為何來到香港不需要簽證 去到大陸要簽證 可能是解釋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因為這樣而令到我更加深刻地 肯定覺得大家對香港沒甚麼認識 他的客人主要是外國人 九月起 遊客量減少了六成 但是就多了人追問抗爭運動 和中港關係的問題 他索性打正旗號 解釋給旅客聽 因為其實這件事 對大部份的旅客來說 英文就叫做Elephant in the room 即是一個很無法逃避的一件事 示威者現在要追求的甚麼是五大訴求 究竟合理與不合理 就不是我去跟他說 但他合理與不合理 他自己決定 但是最少起碼有一個人 代表香港說這件事 給不同的旅客聽 這張照片是五年代的 如果大家在香港展示這張照片 有人會說這張照片是蠻糟糕的 這張照片 所以你應該要問政府 甚麼政府想要 我認為政府想要我們安靜 香港人只會繼續在香港 香港人只會在金融中 住宅人們回到 他們可以賺你兩千元 每晚的住宅 那就是這樣 現在很多人 更加深入地關心香港 究竟2047次發生甚麼事 我認為說明媒體在周圍 他們只想要發展 在任何人想 我認為在現實上 人們還在生活 如果他們在抗議 是因為事件事 在城市 或事件事在國家 這件事是有趣的 就是要知道 所有人們認為 他們是 看著一個悲傷的事 有更新的現象 越來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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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驚訝 人們會越來越遠 兩萬人在街上 並非一個社會 並非一個城市 他用自己的網站做宣傳 9月起 他將這個港中港關係的旅行團 在AIB&B Experience上上架 一上架就被下架 既然是這樣 我就把內容都拿走 還有一個很普通很平凡 看起來是甚麼都沒有內容的描述 誰知是批准了10月 我就再改回9月本來的內容 差不多2個月了 突然有一天收到AIB&B的電郵 就說 對不起 我要把你的團下架 因為這個團本來就不應該上架 即是說 我想我中間改過的東西 就是還有內容 以我所知 應該是AIB&B 中國去批香港的旅遊產品 但在這一刻 已經上了AIB&B亞洲區的辦公室 就有一個新加坡的AIB&B的人 打電話給我 就說我會再審查 這是大約聖誕前後發生的事 暫時都不知道究竟會是怎樣 其實每一天 我們都在踩街 我會覺得 我會在解放軍總部面前 會說八九六四 在前面是 其實是 香港的中國的軍艦 在香港的軍艦 然後世界都帶我們到1989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想 這是 叫做 因為其實 解放軍總部 是岸面有很多 不同的事 一定認到你 糟了 Michael 你做這些事 你有一天 神給大學捉了他 但亦都反過來說 就是 在過去這三年 從來沒有一個香港政府的人 亦都沒有中國內地的人 跟我說 Michael 你收爹啦 沒有的 即是解放軍的另一邊 這部場仍然是香港這個地方 如果因為這樣 而我不見了的話 那就更加證明 其實這件事不存在 或是不對 或是他們說的 也不對 在這一刻 當大家對中港關係這件事 的熱情高漲的時候 應該要有時候 去讓人知道這件事 如果兩年三年之後 才被人找出來 才被人打壓的時候 我不知道兩年三年之後 香港的人有沒有這樣的熱情 去做到這件事 最有滿足感是 很多客人很感謝我 即是A客問一個問題 B客在我未答答案之前 他已經答了A客的問題 還要可能 可以比我更加詳細 我覺得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一個 挺好的一件事 我剛才說 你不需要相信我 你只需要聽了我的故事 做一個你自己的決定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我和你今天的這個團 是一個民間外交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我希望這件事 會多人參加 多人玩到 成為一個景點 我亦都希望 一些便宜 底 玩的人都會找到我 而這樣的時候 會令到最多人聽到這個故事 到最後精算牌是不會走了 所以對於我來說 亦都因為這樣 有更加大的原因 更加應該做這件事 有些在這個抗爭活動裡面 有這麼多老一輩的人 說他對不起年輕人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並 revis 較多 disclaimer 包括有個 Water hoopош有心人 幫學生撐足一年看 蘋果 請職行動 zingANE realizes